好,那今天有同学问到就是他想要做到像这样的一个弧形墙壁里面 那他想要把窗户加进来 那没有找到这个弧形窗 那么弧形窗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地方 在门与窗的这个类别里面 门与窗的这个类别里面呢 你就可以找到总共有七个 七个这个弧形窗的 模型 那么我们找到之后呢 你可以像这样把它拖曳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那么这个角度 大略我现在用的是 弧形窗2 这个2的部分 那这个角度呢大概是 -65度左右 在这边 在这里 -68 那当然这个 到底角度是多少 你都可以再自行调整一下 好,等于说我们如果把这个 先把它丢进来 我这个先删掉 我假设丢这个弧形出来 好,那他现在方向错 我们就帮他旋转一下 转180度 好,转过来了 那这个窗户呢预设比较高一点 他293 我们墙壁是250 所以我这边先把设250 那这样他就进来了 那这样他就进来了 好,就进来了 那么这个角度如果差一点点 你可以先稍微调一下 比如说我先放进来 看看这样行不行 那如果说 这样还有凸出来 那这个角度 我们的墙壁的角度可能就还不够 好,就还不够 我们就可以再稍微调一下 比如说拉出来 其实窗户还有凸出来一点点 所以我在这边 再把这个角度 我就再增加一些 好,那所以这个每个窗户的话呢 没有说完全都一模一样 当然跟我们窗户的厚度有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稍微对一下 确认一下 这样有没有凸出来 如果都没有就表示OK 好,那这样就 虎就进来了 虽然我们在平面图看起来 你会觉得好像还是 有一个厚度 可是实际上在3D图看的时候 就是OK的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的